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飞女侠 弗丽侠 今天我们来做简单好喝的ABC汤 需要的食材有 马铃薯 我今天的马铃薯比较小 所以我会用四个 如果稍微大一点可能用两三个就可以了 洋葱 一个 玉米 两条 红萝卜 红萝卜 四根 如果你用的稍微大一点可能用两三根就好 最后到我们的番茄 两粒 好 准备好食材 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先来切洋葱 大概切成这样子的大小就可以了 螺卜 去皮 切成滚刀状 一边切 一边滚 然后再切 再滚 再切 然后再切多一刀 让它更小块 切玉米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 可以把它切一个圈 然后再切一刀 再把它拌断 搅进去再把它拌断 记得切玉米的时候要很小心哦 然后 马铃薯 去皮 切块 我们来切番茄 嗯 切一个十字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开始来煮 先开火 好 锅热了 我们就加一汤匙的油 红萝卜加进去 稍微炒一下 其实不炒也没有关系 我会炒是因为红萝卜有胡萝卜素 然后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嘛 所以我就会先用油先炒过一下 好 把红萝卜炒到有一点变色 我们再加番茄进去 番茄我们下一半就好 就是四个 然后把洋葱也加进去 稍微炒一下 把它们的香味炒出来 番茄我这里只下一半 另外一半我会等汤要好的时候我再加 这样子就不会所有的番茄都融在汤里面了 然后稍微炒过 我们就可以加水 我会把它加到差不多八分满 我们加入玉米 盖上盖子 我会先用中火煮一个25分钟 然后等一下我再把马铃薯加进去 再另外煮多15分钟 我们把盖开稍微一点点 这样才不会冒出来 然后我们打开盖 现在就可以把我们的马铃薯加进去 把马铃薯压到水里面 然后这些玉米啊 萝卜可以先放在上面 其他的食材已经熟了嘛 我们现在只要把马铃薯煮熟就可以了 我会现在才放马铃薯 是因为我怕太早放马铃薯一起煮 然后滚太久 它会化掉在汤里面 好 我们盖上盖子 等它滚了过后再让它煮一个15分钟 然后我们再加番茄进去 我们来打开盖 看一下那马铃薯煮熟了没有 可以把它弄散 就是煮熟了 这水现在有一点少 可以加多一点水 好 我们开中小火 再把它拌一下 好 我们来调味 盐 半个汤匙 差不多这样子 胡椒粉 我会加一点点 差不多四分之一茶匙 拌一下 我们现在把最后的番茄也加进去 给它再多过5分钟就好了 好 我们关火 我们的ABC汤就这样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希望你会喜欢 记得动手势做看看 然后好不好喝 留言在下面告诉我哦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